大家好 这节课和各位分享一下 用newspaper主题做网站 需要准备些什么 第一个就是wordpress的基础知识 看过我课程的同学都知道 用wordpress主题做网站的前期准备工作 其实都差不多 在看这一节课内容时 可能会感觉有点重复 但是有一些课题 这些同学是第一次接触wordpress主题 我还是要讲一下 但不会那么详细 因为这门课属于主题的操作课程 如果是wordpress小白同学 建议先看一下之前做的课程 wordpress入门课 和免费的wordpress基础课 先去补一补wordpress相关的基础知识 如果是正准备做网站的同学 还可以看一下 如何做高性价比的网站这门课 这些课程都是偏基础普及类的课程 特别适合没有接触过wordpress的新手 如果没有基础直接学习主题课程的话 由于缺少基础知识 可能学习起来会有些吃力 newspaper主题课程是不会讲太多基础的知识的 第二 玉米主机和服务器 我们做网站首先需要一个玉米 这个玉米在国内和国外买都可以 如果是正在备案的玉米不能访问 可以用临时网址来做 但是将来切换成正式玉米时 要给全债内容换链接 所以不建议用临时的玉米 还是用正式的网址 别为以后找麻烦 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个虚拟主机或者是服务器 如果是虚拟主机 我亲自测试过在阿里云的虚拟主机上运行过newspaper主题 速度不算快 但可以用 我还在国外的SG主机上运行过newspaper主题 速度也还算OK吧 除了这两家的虚拟主机 别家的虚拟主机应该也可以 具体请看一下newspaper官方的说明 它有一个主题对系统环境的要求 它这个要求不高 Wordpress 4.0或者更高 Apaq或者是Ngix parep.ni内存 推荐96兆以上 parep7.0或更高 推荐7.2 MySQL 5.0 推荐5.5 这里不光有主题对环境的要求 还有如果环境不达标如何修改 也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法 即便你的虚拟主机满足以上的条件 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具体要尝试了才知道 强烈不建议使用本地搭建环境 也不要使用windows系统的服务器或者虚拟主机 因为可能会出现各种错误 我的那个achair的宝箱网站用的是阿里云的ECS服务器 安装了宝塔Linux面板 这台服务器的配置是两核心 8G内存 5兆带宽 开启了memor cache的 以前还用过七牛云的CDN加速 后来因为网站开启了SSL加密 七牛云的SSL的CDN是付费的 这个网站流量比较大就放弃了CDN 改成了memor cache的加速 速度和CDN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下一个要准备的就是wordpress和newspaper主题的原代码 域名和主机都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要到wordpress官网wordpress.org 这个网站上免费下载wordpress原代码 不建议使用主机自带的wordpress 再到simforest的这个平台上购买newspaper主题 并且下载主题原代码 具体方法下节课会详细讲 如果暂时不想购买主题的同学 可以临时用我提供的那个newspaper主题原码 在课程指南下载的doc文档里有个网盘 我提供的这个主题原码不带商业授权 不能激活但是目前这个版本可以用 等以后你买了这个主题商业授权之后 可以添上授权代码正常激活就可以了 目前来看对网站没有什么影响 域名主机wordpress原代码和主题原代码 这四样东西都收集齐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网站了 但是还需要一台电脑 台式机或者笔记本都可以 Windows或者是苹果Mac系统也都可以 主要是用到里面的那个浏览器 手机不行啊 浏览器强烈不推荐使用360的浏览器 建议使用谷歌Chrome和火湖Firefox浏览器 用这两个浏览器来操作和设置网站 另外如果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弄个梯子 因为做网站的过程需要经常看主题的弹幕演示站 主题的文档 开发者论坛 这些内容都在国外的服务器上 我们在国内有些地区 有些网络可能打开会很慢 甚至打不开 会让我们的建站工作效率低下 除了浏览器之外 还需要一个FTP软件 免费的FileZilla就可以 如果是宝塔面板或者是SG主机 可以跳过FTP软件 因为这两样东西 它的后台都有文件管理功能 可以从网页端执行 上传文件 打包 解压 删除文件等操作 就不需要FTP软件了 如果需要上传上百兆 或者几十兆的视频 还是需要FTP软件的 关于FTP软件的使用方法 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wordpress公共课 对于已经购买过wordpress主题教程的同学 比如Avada主题 Besim主题 RT18主题 还有现在这个newspaper主题 已经购买过任意一个主题教程的同学 可以跟我要wordpress公共课的全额优惠券 不需要再额外付费 wordpress主题的课程 主要讲的是主题的使用方法 但是wordpress还有很多通用的内容 比如CFG的表单 地图 调试网站等内容 这些内容在很多主题上都适合 我把这些内容放到了这个wordpress公共课里 还有一个 在做网站的时候还需要处理图片 Photoshop就可以 版本无所谓 主要用来裁切图片尺寸用 这节课的准备工作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可见